好 下一個 麻煩了 麻煩了 請到此大悲觀世音菩薩慈悲 是這樣的 第一 他的陽受 基本上到了 明白嗎 第二 他年輕的時候 有很多的 做了很多不好的事情 脾氣壞的不得了 聽得懂嗎 懂 像他現在這個有麻煩 因為邊上有一個人 已經要準備把他帶走了 那我如何幫助他念經 你現在很麻煩了 明白 而且我可以告訴你 你父親現在魂魄不齊 明白了嗎 明白 魂魄不齊 實際上他已經魂魄被拉掉很多了 明白嗎 明白 這樣吧 你小房子先歸小房子念 好吧 看看他能不能留下來 那是另外一個概念了 那他小房子要念多少 第一波 你現在讓他留下來 實際上他也很痛苦 他到了這個時間 如果陽受到了 隨緣 但是呢 一定要幫他念小房子 讓他能夠有個好的歸宿 能夠到更高的地方去 否則我可以告訴你 他是往下走的 他如果走掉之後 他是往下的 不是往上的 那我現在就是 一直小房子不斷的一直幫他念 就可以了 小房子要給他 像如果要保證他能夠 能夠延一點獸啦 或者再能夠拖一點時間啦 八百張小房子 明白了嗎 明白 其實告訴大家小房子是什麼 小房子就是 佛教的經典組合 就是小房子上面就是 大悲咒 心經 還有那個 七佛魅罪真言 還有往生咒 大家聽得懂嗎 也懂 所以你一口號給你父親念 你把它留下來也藏不了的 他的陽寿基本上到了 明白 明白嗎 明白 那他的家裡想要供奉一個 心靈法門的一個佛台 那請問要供奉在什麼位置 叫他進門 你們家的進門的左手邊 到底的左手邊有一塊地方 還蠻乾淨的 好那是要朝著門口還是要朝裡面 朝著右手邊 就是進去了之後 右手邊 我看你家裡不是太大 明白 家不大 但是呢 也是蠻蠻蠻節儉的 所以呢 我看到你家裡 是這種像人家公寓房一樣 他是住公寓房的 對 台長什麼都看得見了 所以我告訴你 你現在這樣 現在趕緊讓他把佛台線供起來 看看能不能給他演一點 瘦 你趕快給他多放生 好 放生放多少 放生你給他多放一點吧 好吧 能夠放個兩千條魚吧 先 好謝謝 好不好 請問盧台長 我是什麼顏色的猴子 我是六八年猴子 白的 白色 你當心點 你沒有什麼大問題的 你就是腸胃不好 好明白 感恩台長 好吧 感恩盧台長 好了 其實台長還看得出他感情運也不是太好 聽得懂嗎 嗯 嗯 嗯